两天,两天是吧? 这都不够,都是最高三二八股三 就是干活,长得疼吗? 不疼 不到五分钟时间,在北京丰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值班的医生佟海燕 就为一位发热病人开好了药 12月21日一早,在记者到达前的半个小时内 佟海燕就已看诊了七八位病人 按照北京当前防疫政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最基层的发热门诊 每日门诊量激增,承担了更多压力和责任 原来是发热烧点,然后我们就改成发热门诊 然后发热门诊每天接诊也应该在三十多人吧 每天门诊量是从原来的,比如说二百人 然后我们后来一下子就两个人看病的时候看诊 就达到三百 那时候就会有,就是我们的同事 有很多人就相继都感染了 最后就剩两个人了 等于两个医生的话,一人就平均的一百五十人 我转院了之后,马上就跟主人说了 我可以随时上岛了 作为一名社区医生,除每日门诊外,还必须承担线上接诊的工作 在采访过程中,同海燕就多次接起患者电话 微信消息也不断响起 最近一段时间,询问新冠相关问题的居民数量也变得更多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二十四小时都没有休息 因为我们有任务是因为要给我们社区服务中心管辖范围内封开镇 这一片的那个居民做那个线上的新冠的患者的咨询 我们要给他做出指导 最晚就是零点的时候 我那天也是正在,就是我新冠第四天 突然间吻咽喉那天就说不出话了 然后十二点二十五左右 有一个那个老阿姨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就使劲揪着我的嗓子 然后揪揪揪 然后我就使劲地跟他说了一个那个药 退烧的 第五天的时候,我能出声了 然后我又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我问他昨天吃没吃 他吃了 我觉得这个线上的还是挺有用的 然后因为在他最抓狂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找了一个大夫之后 他就是,就跟找了一个救命稻草是一样的 知道吧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你就会肩负着一个使命 虽然今年已有四十八岁 佟海燕却很少觉得工作繁重 她将每位患者看作是自己的朋友 一个一个电话一遍一遍叮嘱 始终保持着耐心 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说 我其实也在想如果要睡着了 我听不见了,说也没关系 但是后来我一想 如果病人打了电话 大夜里头的 他肯定是发烧很厉害了 或者是他很难受了 他才会找医生,对吧 然后我就想那一定得接电话 为什么 因为你接了之后 然后他找到你之后 他才会有主心骨 他心里才踏实 你不管给他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指导 他可能都会心里 就有个心理安慰了 所以最起码他不会慌 在北京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 与佟海燕一样坚守岗位的社区医生 还有很多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佟海燕表示 作为这道防线的守护者之一 要继续发挥作用 这是第一道屏障 实际上 因为你那个社区医生 跟我们的居民朋友离得非常近 因为我们作为家庭医生 可能要管理他们 然后就会无话不谈 有的时候就是成为朋友了 他就会很信任你 然后我们给他合理化建议 如果这个病我们这里边能处理 那当然了他就不用到大夜去挤队 如果要处理不了 那我们就会告诉他 你该到去别的医院 我们给他转诊 这段时间是比较艰难的 要是说累 其实确实是很累 既然选择这份职业了 可能就要肩负这使命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